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设好嘞 那今天开心的事来喽 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沙扬舞台的 首先是我们天津的骄傲 全国武术冠军王菊同学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王菊 今天来到跨世代战术非常开心 期待今晚的选手能够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加油 感谢王菊 那接下来一位是关键歌手 关键 大家好 我是歌手关键 哈喽 时代战术就是闪耀的舞台 今天看看谁才是最关键的那一个 那今天我们身边的两位嘉宾 将会化身为达人心推官 每位都会推选自己心中最棒的达人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得票最高的会成为我们今天的闪耀之心 走 一起去见证一下 好的 那今天我们的第一位达人新推官 就有请我们的冠军王菊了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位达人呢 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小选手 他年仅12岁 并且他仅仅用了半年的时间 就达到了突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水平 也是超越梦想一起飞挑战极限 用汗水和勤奋 诠释着中国少年的力量 究竟他有怎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根据视频了解一下 哇 这是蹦床 蹦床呢 是奥运会的竞技项目 说到蹦床 咱们大家应该知道 朱雪莹是奥运冠军 同时也是天津级的运动员 那么他为中国蹦床队 取得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向巴黎奥运会 发起他的第二届奥运会的冲击 哇 但是在冲向巴黎奥运会之前 我们向小将给我们来预热一下好不好 好 好 我们接下来有请刘泽恩 来到我们的舞台 欢迎各位嘉宾以及观众朋友们 来到我们的表演现场 今天我们将共同见证一场 非常精彩的蹦床表演 接下来登场的这位选手 是来自南湖第二小学 五年级二班的刘泽恩同学 好的 他已经举手示意准备好了 先是欲跳 找准平衡点 坐弹 背弹 这个我会 副弹 这个我勉强会 前背弹 这需要哪了 这个 对 这个有一点小难度 难度 背弹前后背弹 越来越加难度 哇 连续的 坐弹 坐弹 转体 一百八 坐弹 转体 三百六 背弹 转体 三百六 转体 后第二 站 后空翻 哇 嗯 嗯 重身侧空翻 放手 就从 如果 再 哇 哇 前空转挺180 哎呦 后空转挺180 随着最后一个动作的完美落地 今天的表演就告一段落了 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哇 好 泽恩真棒 太棒了 来 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刘泽恩 我今年12岁 现居住于天津 即使呢 泽恩也是通过电话报名 主动来到我们 跨时代战书的舞台当中的 我们跨时代战书的舞台 真的是希望各路有才华 有故事 能够在我们舞台上面 展现精彩的朋友们 踊跃地主动报名 我们等待大家的参加 王羽 在这个舞台上挑战吉尼斯事业纪录 爸爸这次有没有来到我们现场 来了 欢迎泽恩的爸爸来到我们的舞台 大家好 我叫刘亚东 我是他的父亲 刚刚子恩说 是因为您他才接触到的蹦床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故事的开始 他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喜欢偷偷看我手机 我想这不行 我就想我们小时候 胖学了就在外头玩 玩铁环 玻璃球 各种游戏玩得非常好 我也都带他尝试一下 天天带他出去玩 偶尔有一回呢 就是路过这个蹦床馆呢 就进去玩了一回 后来的发展出乎我的预料 越学水平越高 不但水平高了 脑子特别好用 现在智力也非常发达 泽恩同学 相比玩手机来讲的话 一开始爸爸让你去公园 跳蹦床 你更喜欢哪一个 一开始还是更喜欢玩手机 但是等到后来 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蹦床上面我也能蹦得很高 跳上去之后像飞起来了一样 之后我就喜欢上玩蹦床了 蹦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 比如说你的领路人 就是你的偶像 有搜索过 朱雪莹 她的技术很高超 而且她7月份就要去参加巴黎奥运会了 那我想问一下爸爸 她爱上蹦床之后 孩子有什么改变 改变的非常多 首先回家写作业非常积极 现在就是已经基本上练到了 在学校版作业全部做完 因为我知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 虽然我很喜欢蹦床 但是我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学习 所以我每天放学 一定会先把作业写完 然后才会去和爸爸去练蹦床 哇 子人好棒 之前我听说 你为了练习蹦床 你是不是把家里面的床都蹦坏了 那一次就是我在家里面的时候 没有事干 然后就在卧室里面 去在那个床上面翻空翻 突然那个床就塌掉了 然后我爸进来的时候 冲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回去 家里的两个沙发 全部让他蹦踏 先不完沙发 再蹦床垫 那已经家里养个猴啊 这也危险啊 最重要的是 后来就得找到两个垫子 您通过查视频 找到了一些相对安全的训练方法 然后让孩子开始训练 那恩泽平时你在垫子上面 是怎么训练的 先蹲下 然后往后一翻 就是一个后空翻 那可以在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可以 那好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 把我们的垫子 听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来恩泽 平时你是怎么训练的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面 来展示一下 这个是他在练什么 后滚翻吧 后滚翻 练这个是为了未来的后空翻 哇 哇 他现在完成的原地后空翻动作 一般向专业运动员训练的话 要经过三年的训练 三年 对 而且他动作做得非常规范 非常正 腰腹力量非常非常的强 才可以做这个动作 但你看小恩泽 其实他9岁接触蹦床 现在11岁 两年的时间 对 但是他是完全靠自学成才 真的太厉害了 那我很想知道 那为什么要想到去挑战这个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那我们把这个电子先撤掉 我们一起聊聊看这事好不好 是源自我的爸爸 爸爸要求太高了啊 他每天200 就放了绝就是200个空翻 有一回呢就是让他 试了一下巴拉尼 巴拉尼的动作是 实体前空翻180度转体 再翻回来 对 连续再做 连续做 我想问一下 您是从哪知道 巴拉尼这个动作的 从那个手机上那个 不比方世界纪录 他就出来了 巴拉尼世界纪录 那可是巴拉尼这个动作 听起来就很难吧 当时就没有考虑 因为他们世界纪录 那个当时的动作特别快 当时就没有那么想 让他一试 翻了六七十个 不是一试就可以了 对 没有练过 所以当时信心就大了 就有了挑战的想法了 以前每天是一千米 现在给它增加到两千米 早上要在家里练一会儿 然后中午放学 也做上几个动作 每天下午放学 再跑几圈 所以说他的运动量 还是不小的 他天赋特别好 不到半年 基本上就超过了 世界纪录85个 所以我们才有勇气 给咱们蓝分组打电话 所以我觉得爸爸 真的是一个受伤特别强的人 你看 从一开始 孩子玩手机 搜到了 可以玩蹦床 把床蹦坏了 搜到了一个垫子 想要从垫子 又搜到了 世界纪录巴拉尼 结果呢 就通过搜索 又搜索到了我们天津卫视 想让孩子在天津卫视里面 挑战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所以今天我们的责任 今天就要挑战一下吉尼斯世界纪录吗 对 那你准备挑战多少个 准备挑战87个 超越吉尼斯世界纪录两个 哇 好的 那泽恩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把舞台转到 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的现场 好的主持人 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挑战现场 那接下来就是由刘泽恩小朋友 进行挑战一分钟内 在蹦床上做最多的巴拉尼动作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挑战开始前呢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要点 首先挑战使用的蹦床 必须是标准蹦床 且需要符合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标准要求 第二挑战动作呢 是指挑战者需要在前空翻的同时 转体180度 第三正常挑战需要由专业见证人 对挑战动作进行监督和认定 只有在一分钟之内符合规则要求的动作 才会被记入最终的有效数量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要点 那在我身边呢 是我们的赵教练 那也请赵教练向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巴拉尼动作的重点和难点有哪些 本次主要挑战的难点是 一分钟连续做85个以上的这个巴拉尼动作 对于运动员要求的体力很严格 希望他能通过挑战吧 好的那刘泽薇小朋友 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那请走上蹦床开始你的挑战 请问刘泽薇小朋友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了 好的那听我的口令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挑战倒计时 三二一开始 这一下子算一个 一二三四五六二练续 15秒 45秒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3 2 1 停 刘泽薇小朋友的第一次挑战已经结束了 那现在呢我们需要看一下慢镜头和回放 来确认他的动作是否标准 以及最终的数量是多少 请大家稍作等待 好的感谢大家的耐心等待 经过我和我们的专业见证人 对于第一次挑战视频的回放和审核 最终符合规则的有效数量是 85个和我们的现有记录是持平的状态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 我说我想啊 这孩子要只要中间稍微再加大一点这个力度的话 直接就破了 那现在呢我也想请问刘泽恩小朋友 你还想再进行一次挑战吗 行 好的那让我们期待刘泽恩小朋友的第二次官方挑战 孩子呢他体能好他可能第二次的话可能成绩会更好 所以说我心里还是比较放心的 请问刘泽恩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的听我的口令 吉尼斯世界记录官方挑战倒计时 3 2 1 开始 15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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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停 16秒 15秒 15秒 好的 经过我们对于刘泽恩小朋友第二次官方挑战视频的检查和审核 我代表吉尼斯世界记录宣布 由刘泽恩小朋友挑战的一分钟内在蹦床上做最多的巴拉尼动作 吉尼斯世界记录挑战 他需要挑战的目标是85个 最终他的有效成绩是 88个成功地刷新了一下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圈套 祝贺他 挑战成功 太牛了 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想到他可能最多也就是个86到87个 但是他突然今天发挥特别好 达到了88个 因为平常也就能达到这个成绩 所以就没有什么过于的激动的心机 来 祝贺你 来 我们站在中间 祝贺 好的 我们今天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由刘泽恩小朋友成功的88次巴拉尼动作圆满完成 谢谢大家 主持人 恭喜 恭喜子安小朋友 88个 这也是超级吉利的数字 来 子安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 挑战成功那一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一刻是比较开心的 我的梦想是像朱雪莹姐姐那样 走上奥运会去为国争光 哇 哇 真棒 小小的身躯小小的年龄有着大大的梦想 我们也期待 泽恩能够像朱雪莹姐姐一样 能够走向更大的舞台 能够走向更高的领奖台 去为国争光 好的 加油 那我们第二下场的观众朋友们 刚刚泽恩的挑战和他的故事 有没有打动你们呢 来 请为泽恩来投票 请左票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看看 最终的结果怎么样 好的 那关键老师 作为今天的第二位达人新推官 他心目当中最佳达人到底是谁呢 我今天推荐的这个达人呢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家乡文化的达人 而且呢 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推广自己的家乡文化 并且还有很多他志同道合的一些好朋友们 他们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我们看大屏幕 接 接下来有请 沈龙来到我们的舞台 沈龙来到天井位 我是妈也没学会 学会了开汽车 老头儿钻背我 我念不留着走啊 你又念不留地来 我抖愣抖愣 我的脑袖 跟姐姐说拜拜 走在河边 City Walk 溜泪了就地做着 Listen to Bye Bye 跟你Talk 把日子当成段子 过得嘿 多点儿 生存一分钟 也没陷进波浪 快乐六十秒 看我去门第 有多棒的 陈尼的说说 我的抱负本多 马上理解了 我看提前得留活 进非洲部落 上海滩尼克 咱俩也有一趟海活 一个顶老头 借我俩同球 是谁的头像皮球 一提就提到了百货大楼 带对象走摩天轮 你说借玩儿根儿不根儿 我想跟你为正本儿 因为姐姐你本儿耐人 带你到明月广场 大理道的嘻嘻嚷嚷 依靠着我坐马车逛逛 让你忘记北上广 嘎巴才吃得直晃荡 给米饭听一段向上 哎 你今天的得运设又是谁上场 跟你了说说 我的快乐生活 见面过的家地球 到底多大个 成根儿配成婆 老婆配老婆 冰棍儿配亚伯 你了也没折 跟你了说说 我的抱负本多 马上理解了 我看提前得留活 进非洲部落 上海滩尼克 咱俩也用一趟海滩 妈 签不签的 其实还就是签的事 哇 太有趣了 笨根儿 哎 我问一下关键 你看您是歌手 您来天津多不多 对天津了解不了 来天津每次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我觉得天津话吧 自带这个喜感 您呢 刚刚听完这首歌 好好回来看那歌词 对天津就有信的了解了 我妈三立 妈三立呢 主要是他写到了天津的那些 特别接地气的事 有意思 哇 太有才 我们天津真的需要这些的歌 做一个文化输出 谢谢三位 哇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自我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沈龙 然后旁边 大家好 我叫刘俊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孙策 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 三位都是天津人 对 都是天津的 所以你们做这首歌的目的是什么 我是写词这部分 然后刘俊 他是这个音乐制作作曲这部分 然后孙策他这边是这个监制部分 我们做这首歌的目的 其实就是把咱们的天津文化 往外输出 让更多的外地朋友们 喜欢天津的文化 并不是说一提天津 只有什么传统的相声快板 只有挑水袋 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天津也是有年轻的活力的 你们把这个快板和说唱音乐 结合到一起 这么一个想法是怎么奉发出来 我做了可能是将近十年的 把传统曲艺 跟现在的像hiphop 电音去融合的 这两年我们的方言音乐 比如像成都 四川那边的方言说唱音乐 非常的火 我呢做市场调研的时候 我就看咱们外地的这些听众的粉丝朋友们 就觉得一说天津的说唱 他就会觉得 你们天津人 开大腿 就都是说快板呢 这都是 后来我们一想 怎么样才能体现咱们天津人 在音乐制作 音乐创作上面 而且还把无厘头的情绪 给他融合进来 我们就写一首 亚特兰大Tripe 在融合天津快板的歌曲 这样喜剧文化 让咱们天津的传统文化致敬一下 咱们都知道这个快板嘛 分三大派王高磊 我就觉得这个说唱和这个高派快板很像 我会了说唱之后 把说唱一些更新鲜的技巧 反补到我们传统的这个快板里 把说唱的这个痛快的感觉 融入到这个高派快板里 让观众听着 这个高派快板听着很痛快 我觉得这些都是相通的 都是相融合的 刚刚的你们的这个歌曲当中有很多 新的一些flow的这个节奏的变化 然后还融合了一些 耳熟能详的 阳光的快乐生活 听我来说说 对对对 全国人民都知道 一下就把大家有这种代入感 代入进来了 对 我想问一下 你们三位 这是怎么是拜靶子在一起的呀 还是说 之前工作 就在一个艺术圈里面 晃到一块的 其实我们三个人 总结来说 就可以是网友奔线 对对对对 一开始我和孙策我们两个人 我们都是做短视频账号的 他是主攻这个音乐方面 一开始我们纯粹是 我觉得他这账号不错 他也觉得我这账号不错 然后我们就私信说 那咱见一面吧 然后我们俩见了面之后 他再帮我引荐到刘俊这边 我比较擅长 就是天津方言文化这一块 刘俊这边 他比较擅长的是 把这个传统的这些曲艺 怎么和现代流行的这些音乐 像什么说唱啊 民谣啊 这些东西去结合到一起 他有很丰富的经验 那段时间呢 我也想找这么一位 这个志同道合的 咱们这个好哥们 咱一块研究这个音乐 技术和业务的 咱们这个状态 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再后来我们三位同学呢 开始就研究 能不能把天津话 Tripe 说唱这些音乐 融合到一起 您看这不还凑合 您们还喜欢听啊 好 我想采访一下 单位回到天津来 觉得有什么变化 什么感受 我呢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 然后也是在上海 待过一段时间 给我感觉回来 最大的感觉 时间变慢了 心里边也挺着急的 因为咱们这边 可能节奏过于的慢 过于的气游 然后现在互联网啊 速度更新的 又是这么的快 所以呢 也是因为这份心急 我其实是一个幕后人员 但是呢 也是想做 具有咱天津文化的 特色的这些账号 真的是谢谢三位 因为确实我们天津 有很多特别好玩的 刚刚通过你们的输出 我觉得现在很多旅游城市 都在说我们要 刁榜说我们自己的一些文化嘛 然后大家都网红的城市 其实天津也一直在 努力在做这件事 非常想让全国的人民 都知道我们天津 真的非常有意思 有好多好玩的 吃得好 喝得好 玩得好 最重要的是人特别好 对 天津最有意思的就是人 尤其是大爷 对 所以我把这个大爷 写进了我的歌词里 listen to five 跟你talk 把日子当成段子过的 好 刘静老师是 一直传统和这种 现代音乐的结合 做这个工作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制作的一个赛道 我觉得天津的文化 跟现在流行音乐的结合 不仅仅是天津的文化 所有传统曲艺的文化 跟流行音乐的结合 我觉得未来会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向往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就是玩说唱吧 都得有这么一个freestyle 就是现场的这么一个功力 好啊 三位如果在一起的话 能不能今天在我们舞台上面 现场的 跟我们来一段freestyle 这样我们试一下 让刘俊去弹琴 然后那个他给我伴奏 然后我打着快板 唱一段屯堂去试一下怎么样 我还得弹琴 太好了 就这个传统语 现在相逢过 咱们就纯几景 纯玩 就乐呵乐得了 来 欢迎 来吧 来吧 来 这同仁堂呢 他开的本日是老药铺 先生好比 好比是甩手自在王药王爷 就在那个当中做 十的名义 他就列两旁 先拜药王后拜你 你是药王大谷 药王本性孙 鸡龙 跨虎手掩针 内科药王孙思秒 外科先生华国高 孙思秒华国高 三十二对宝堂桃 好就到了 太有意思了 其实大家一起玩音乐 那种感觉 一个眼神就开始了 特美妙特幸福 我想你们三个应该也体会到这种幸福了 没错 那说到音乐这件事 咱们刚刚那首歌 现在在网上面的反响怎么样 目前我们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上是排第二 我们吧 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得到这个成绩呢 是因为我们踩在了咱们本土文化的这个雄厚的这个肩膀上 是他们给予咱们这个强大的一个基底 我们只不过在这个基底上 延伸的一些艺术形式 我们就是想把天津本土的这个梗文化带给大家 让这个快乐 我觉得这个快乐是有感染力的 用歌声让广大的这个全国人民都感受到天津人民的欢乐 天津人的松弛感 你看我是一个新天津人 但是其实我特爱天津 基本上就把我天津当成我自己的故乡了 关键很少来天津 但是我相信你对天津文化也特别地感兴趣 王岐是土生土生土生的天津人 这样吧 咱们台上台下我们玩个游戏 之前有个动物园有什么 咱们聊一个天津位里有什么 那咱们来 天津位里有什么 有狗不理 麻花 咖把菜 金江道 咸豆浆 有天塔 洋房 饺子 卷刀 有五大道 大胡同 有海河 骂 还有骂 虽然说我们说了这么多天津位里 有这些有那些 但其实我觉得最终天津位里是一个很包容 很开放的一个城市 我希望我们天津位有这些好玩的东西 好吃的 好看的 让大家外地朋友们都来天津玩 来天津享受这种很微妙的松弛感 当然了 说到底 天津最传统最经典的那还是相声 对 听说你们最近因为相声写这首新歌 我们根据相声演员视角写了一首爱情歌曲 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天津五大道 景区有一个展牌 上面写着 来天津 我说相声养你 源自于周星驰的那个电影《喜剧之王》 我就觉得既然都是喜剧相声演员 也是喜剧演员 我说相声养你 这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件事 于是乎我们写了这首 我想说相声养你 那把舞台留给二位 我说相声养你 我说相声养你 不耍贫嘴 我不能活 你是好看的小坚果 我冲你根根的乐 我的香瓜还挺多 小姑奶奶你别跑火 你美得就像小公主 我想当你的容嬷嬷 你坐在头一排 我的心里有点哆嗦 我一上台你就上厕所 我眼神该往哪儿搁 我想说相声养你 你让我先弄好自个儿 可你要是不在 谁陪我溜活 说学到唱四文功课 你对我笑呵呵 你乐的是我的相声 才是相声里的我 我说相声养你 得吧得 在舞台上傻站着 我说哲平哲平哲平 你平哲平平哲 我逗你玩 逗你乐 你要不乐也没辙 总不能下几筒你嘎吱我 怕你掐我 说我却得 你坐在头一排 我的心里有点哆嗦 但是在脸上傻很有 Legal 的话米哲平哲平哲平 C nasty 你应该说一定哆嗦 跟陆哲平爲的我接思考 你愉快 太棒了 我们第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请为我们的三位来投票 请锁票 那我们把泽恩重新挤回到舞台上面来看看 谁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闪耀之星 哎呀 真好 今天站在我们的舞台上面忽然发现 全都是天津的选手 本地选手 那么我们来看看观众们的投票 你们的结果如何 我们的泽恩 最终的得票数是 十四票 好 我们看沈龙他们的团队 最终获得了 十几票 恭喜 获得我们今天的闪耀之星证号 来 王菊为他们来颁发闪耀之星的证书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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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算那个今后用更多 以我们天津文化为主的这些形式去制作更多的歌曲 相声啊 快板啊不同的曲艺形式 我们天津的方言去制作不同风格的歌曲 有欢乐的 同时也有可能一些伤感的 有一些让人觉得有共鸣的一些歌曲 我们围绕着咱们天津这座城市的文化 还有方言等等所有的元素 我们希望可以创作更多的好的 好玩的 有趣的 好搞笑的作品 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们可以来这座开心 可爱 有趣 有文化 有活力的城市 什么都有嘛 这座城市是天津 其实今天每个人都是赢家 你看最重要的是我们泽恩 今天拿到了吉尼斯的世界纪录 哇 很厉害 拿到一个世界级的这么一个荣誉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足够闪耀了 足够宁静一辈子了 那么当然我们的沈隆团队 不仅拿到什么这个称号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替我们天津的文化 有这么一个名片传承出去 感谢王菊 感谢关键 感谢所有我们的嘉宾朋友 也感谢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来关注我们的天津卫视 来关注我们的跨时代战书 每周四晚上的9点20分 我们继续在天津卫视 不见不散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节目